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周的澳台首席说 在这个星期的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们专门来讲一讲 先买后付这个行业的一些最新的近况 我们做这期节目呢 也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一些朋友和客户呢 关注到了最近的先买后付相关的新闻也比较多 那么这样一些公司的在市场上的走势呢 也比较有意思 那么讲这个话题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五月底到六月上旬 尤其是这个六月的整个的上半月呢 突然间出现了一波的 关于先买后付行业的一些可以说是负面新闻 就在几乎在这些新闻出现的同时前后呢 此前呢 曾经一度出现比较明显回落先买后付呢 到了六月份反而是一波明显上涨 这其中呢 比较这个明显的像一些这个领头的企业呢 甚至涨幅可以到百分之二三十都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股价走势图呢 除了这个Sensile呢 它可能在六月初大涨之后呢 后来有所回落 当然比起五月份又明显这个增长之后呢 其他的几家都有在六月初开始探头 在六月中开始发力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迹象 显现出呢 市场的看法和这些新闻媒体的报道 似乎有比较大的差别 那这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么首先呢 先买后付呢 我们认为还是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前景 这个前景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一个行业 整体行业的爆发式的增长 和很多人的消费和支付习惯的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浪潮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使用信用卡 而且如果去按人群细分的话呢 可以看到呢 越是年轻的人呢 越不喜爱信用卡 那么是不是都回到现金了呢 可以看到并不完全是这样 事实上呢 更多的是所谓的借记卡的支付呢 在这个蚕食信用卡的支付 因为呢 信用卡支付的这些这个方式呢 往往带着一种鼓励大家 不考虑自身情况的这个超额的超前消费 随后呢 通过收取持缴的费用 高额的非常高昂的利息呢 来为这个信用卡公司呢 获取利润 那么这种做法呢 越来越多的呢 这个是被一些年轻人所摒弃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先买后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它为什么可以去吸引商户使用 这是很多非常熟悉各种支付手段 包括非常熟悉信用卡支付的一些人呢 这个最大的疑问 因为呢 先买后付一样也是在这个商户端呢 去问他们收费的 那么 当中最大的区别是 由于先买后付出现比较晚 那么它直接的呢 一开始往往是在一些线上平台 它的线上化 数字化 电子化呢 做的比信用卡呢 更加的好 甚至呢 它中间呢 植入了大量的一些 这个营销手段和营销平台 很多的先买后付本身 还通过自己的这个平台呢 去进行帮商户做一些 这个推销啊 促销的手段 所以它除了一个支付方式之外呢 还增加了更多的营销的作用 这比普通的信用卡对商户来说呢 就有更多价值 而在客户端呢 通过这个方法呢 他们其实是节省了不少的资金 甚至呢 经常呢 也会收到很多的一些促销的机会 那么这两端呢 都得到了一定的额外的附加值 那么 这种做法和信用卡 其实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那么 最终它在商业逻辑上 和它的这个市场 进入市场 使让商户和消费者 使用它的逻辑 和信用卡 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未来这样的一种增长 那么 在理解到这个先买后付 整个行业大趋势之后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所谓的更多的一些负面消息 那么这些负面消息呢 它提出的问题呢 其实是对的 是有这些问题的 其中包括监管的问题 但监管的问题其实在先买后付当中 可能是一个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不少的机构提出的 这个市场竞争现在非常激烈 那么各种各样不同的 细分的角度 进入切入市场的角度 营销的角度不同 各种的这个行业 这个针对行业不同的先买后付呢 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 市场上光上市公司 就可能往实加去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整个市场看起来确实竞争非常激烈 那么真正的这个机会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去细细的这个捋一下的话呢 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去看细分市场的话呢 看先买后付呢 把它放在整个的这个支付市场 甚至我们把信用卡的这个支付呢 也放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行业 如果去按客户的信用等级去算的话呢 你大概可以分成低质量的这个客户 中等质量的这个消费者 和高信贷质量的这个消费者 这其中呢 低端的那一些呢 是市场最不喜欢的 从长期来看的确实风险最高的 它和一些被信用卡公司被最大批评的点是一样的 它鼓励那些没有能力去贷款的人呢 去这个通过信用卡或者先买后付呢 获取更多的这个限时消费的能力 但事后呢 有比较高的违约率 那么这一类呢 在先买后付当中也有些公司是做这些的 包括呢一些全新的这个信贷公司 包括一些这个小型的非银行的信贷公司 有很多上市的 那么他们往往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些公司的表现整体是不好的 那么呢 在中等的这个赛道当中 中等信贷的这个水平赛道当中呢 事实上这个是信用卡 占比 占据比例最高的 相反呢 在这个非常高级别的这个信贷市场当中呢 是目前先买后付的一些巨头呢 表现最好的地方 因为它的违约率非常非常低 由于它的违约率非常的低 很多监管机构对它的质疑 其实呢 在某程度上来说呢 通过极低的违约率呢 也体现出这些质疑呢 其实本身呢 它的有效性是有限的 那么在这个市场当中呢 信用卡接触的相对有限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模式的话呢 如果是一个非常高信贷能力 然后呢几乎不支付利息的信用卡的使用者的话呢 对信用卡公司来说价值是有限的 信用卡公司它的这个收入 大部分啊 来自于利息和其他的这个持缴的手续费的收入 是要超过它从商户收的钱的 这一点和一些这个龙头的先买后付企当中 是有巨大差别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呢 也是为什么这些先买后付的企业呢 能够这个占据市场 能够获得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它对这些消费者来说呢 显得更加的友好 有更多的价值 所以综合这些东西来看的话呢 我们的看法是呢 作为一个大的行业 先买后付整个大行业增长呢 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 这是第一大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呢 确实这个市场越来越拥挤 有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这个市场 那么呢 如果去看的话呢 从市场的认可度 也就是未来这个公司 不管是上市也好 或者是出售也好 最终可以获得价值的高度来看呢 专注于更高的信贷质量客户的 这样的一些先买后付企业呢 是最值得看的 第二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竞争 而且呢 市场上已经开始有一些 比较大的公司了 那么在未来过程当中呢 是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整合 马太效应在这些过程当中呢 会显得越来越明显 会出现大鱼吃小鱼 会出现优良公司 挤走劣质公司的过程 所以呢 如果我们去关注的话呢 应该去找那些行业的领头羊 同时呢 也是最关注一些这个高额的 这个高质量的信贷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事实上呢 从最近市场走势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一些行业领头羊 再加上这个总体质量比较高的公司 表现最好的 比如说上市公司当中的表现最好的是Aft Pay 虽然说SIP也是属于行业领头羊之一 开始的时间不会比Aft Pay短 但是SIP他所关注的客户呢 信贷质量比Aft Pay就要低一个等级 差不多在中等 所以呢 Aft Pay的表现就要比SIP呢 显得更加的明显 而且这个体量正在越来越多的 这个超过和这个拉大和SIP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上市的公司里面的话 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呢 还是应该把更多关注点呢 放到Aft Pay 只要股价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调呢 大家还是可以去干 那么呢 在未上市公司当中呢 还有一家更大的 这个呢 其实是先买后服的真正龙头 他体量可能用不同的数据去比较 不论是从签约上户署 客户署 他的交易总量 他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总量来比呢 都是Aft Pay的三到五倍 这样的一家公司叫Karna呢 他暂时没有上市 如果有机会投的话呢 这个呢 也是一个这个未来 行业的领头羊 最终呢 可能会有巨大的价值 能够享受整个行业增长的 这个巨大 很红利的这样的一家公司 那这样的公司呢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首席说的所有的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